各位晚安,你們先看到今天香港時間來講 應該是八點九左右,或者九點 今天比較密一點,因為我遲開工 基本上睡久了 第一節,我講回今天《Daly Telegraph》的報導 說解決過18至24歲的BNO後代的問題 因為有些家長不肯帶兒女離開 這個問題困擾了我們很久 這是整個BNO的報告 我都承認,這就是EA Family Permit 經常都有的問題 畢高18歲,沒辦法 畢高18歲就沒有很難問題 因為你要離開,一定要得到家長同意 這個就沒得談 一定是侵入亞民身份,沒有其他選擇 18至24歲的真正問題是因為BNO沒有繼承權 當年中國政府很糟糕 不讓BNO全下代 我只是提供中共官員 應該是拿出來鞭屍的 所以到今時今日,你現在有些家長不肯走 有些是藍絲,有些可能聽了熱狗說話 我覺得熱狗也是要清算的 我經常過來這樣看 在這個情況下,現在DG Telegraph 提出來,DG Telegraph 提出來的時候,特別提到 這個香港-esque 其實這是甚麼意思 大家要知道DG Telegraph 是一份怎樣的報紙 DG Telegraph 是一份跟保守黨關係很密切的報紙 甚至應該這樣說 他跟Boris Johnson的關係很密切 因為Boris Johnson在那裡開始他的工作 Boris Johnson到他成為國會議員之後 他仍然在DG Telegraph寫著眼 你知道當中的關係是甚麼地步 DG Telegraph 我認為他跟Boris Johnson的關係是密切的 我想這是表面也看到 甚至,作為保守黨員 我覺得我也很清楚 例如我扔DG Telegraph 我是便宜一點的 很簡單,因為他會給你一個黨員優惠 即是你有黨員的那個 他會發電郵給黨員的那些文字 然後你就可以有一個折扣 你可想而知DG Telegraph和保守黨關係到甚麼地步 所以有些人,即是英國政策有些人 說笑地說 就是DG Telegraph是保守黨黨部 我覺得還未誇張到這個地步 因為他有些意見都不是完全反映保守黨所有人的看法 例如脫歐問題來說 我自然有一個Remainer 到當時今天 我做Remainer的原因是因為 英國很多事情和歐洲是天使馬牛 但是你現在脫歐,你脫歐仍然要執行 我也承認,因為這是公投結果 你要尊重 你要停止脫歐的一個方法 就是Risic的方法 就是用another referendum 去否決之前的referendum的結果 否則你沒有辦法 因為referendum一定是最大的 不用說 就是英國人要學習承受公投的結果 這是不能談的 這是原則問題 但是你問我 如果他在DECOGRAPH提出這件事 意思其實都很清晰 就是香港人會不會 縮入政府的問題 這個應該已經在 CAPIT OFFICE的視野裡 現在有兩個情況 是解決18至24歲的BNO問題 或者BNO的後人 如果想自己自行離開的問題 兩個情況 就是在CAPIT OFFICE 一個就是在CAPIT OFFICE 應該在CAPIT OFFICE 應該CAPIT OFFICE 應該會提到 在立法議程裡面 就是在CAPIT OFFICE 提出英國國籍法的修訂 現在在諮商中 那就是用外政大臣的 財政特權 提供英國國籍給這些小孩子 這是一個方法 但這一定是總體上英國國籍法的大執 第二個方法就是將香港案件 這個草案吸引進去 然後就因為這個吸引進去 總之你能夠提交一些文件證明你是BNO後人 那我就可以 給BNO護照,你可以BNO visa進入 或者如果香港案件的做法就是所有BNO都有英國居留權 那BNO visa剩下的解決就是BNO的老婆、父母等問題 解決問題少很多,會少一大決 但是兩個解決方法是有好有壞的 我經常說每一種解決方法都是好壞的 我一定要講清楚 我不會說全部 一定要講那個方案 我覺得談BNO這個問題 這麼久以來 有一班人是很不成熟的 有些人就打命是熱狗 或者是升旗易得道 那些人就一定要找到他們的真身出來 那些是英國國家安全的人 是一定要清理的 那些不用說 我一直以來的態度都是這樣的 但是有些人那種不成熟 是任何的方案 英國人考慮這件事 他們現在不是不肯收入 英國人已經放寬到 英國人的銀行叫BNO可以接受海外收入做Mortgage 你這樣嗎? BNO可以做Mortgage 這件事 銀行一定是跟政府談過的 其實我猜銀行跟政府談過才知道 因為以往Mortgage 如果你不是英國公民 做Mortgage是有難度的 因為你隨時會離開的 海外收入仍然有一個問題 你會不會離開一個問題 大佬 你不是當地永久留在那裡 以往EU Citizen 就有些行肯肯做Mortgage 原因都很清楚 因為EU Citizen 不受限制 有些人都頑皮疙瘩 因為你走到歐洲的國家 都會怎樣追數 通常就是歐洲也有行肯肯做 因為他可以用歐洲行肯肯做 那些肯定是好一點的 因為歐洲的跨國債務問題 跨國的信息歷史 不斷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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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BNO也知道 但是在這個角度 以往就是EU Citizen 有這個利益的 你現在給BNO 我想其實銀行和政府 經過政府都暗示 就是最後會平權 或者最後會 類似的待遇都跟EU Citizen 差不多的時候 我覺得就沒有什麼好說 其實大家都知道 平權是遲了問題的 就是你欠了是怎樣做的 但是平權 所以你說什麼英國人不歡迎 你現在不是說英國人不歡迎香港人 不是那件事 就是還有些人在說什麼 英國人不歡迎香港人投資 我想 什麼世代參歡 我不知道那是誰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你不知道 在民主派那裡 就是我覺得這些 Page有一件事 很清楚的 那個Page的Owner 麻煩你交代自己的身份 你要做一個AX 你要做一個指控 不要緊的 你先交代自己的身份 我最討厭Facebook 一件事就是 Page和Personal User Personal User可以 匿名的 我說得好 不要有人再歪曲我 說話 我再歪曲說話 在Telegram那些 我真的會告他誹謗的 我真的不客氣 其實我已經對Telegram公司的隱外度 已經去到一個極點 我已經覺得這間公司 是包庇罪犯多於 真是幫助用者 如果真的幫助用者 不如用Signal算了 是不是 Signal的 問責性很多 Signal 是不是 Signal的老闆 真的會 對抗那些 極權那些 即是爆人戶口 是不是 聽著腳我看不到 就是 我想 一件事很清晰的 如果你Page說話 麻煩Page的 麻煩你交代你身份 你不要想著用Page 匿名然後說些不負責任的 如果你用Page 最主要是防止 例如一些名人戶口 私人戶口被人搞 私人和公眾生活 可以分開 但不是讓你這樣 我覺得整件事錯了 我覺得錯到很離譜 我覺得太多匿名 Page又說不負責任 但是我覺得 Page如果日後要 如果Facebook 不想被人告日後 即是 我猜Signal的 原文文字很廢 廢工 應該說清楚 那些Page 是誰 由他們承擔 是一個Publishger的責任 Page和私人戶口不同 私人戶口 我仍然覺得應該要力明 我支持他力明 假扮人戶口 又堆了這麼多戶口 就是這樣 我覺得那件事很簡單 理解很清晰 但當然有些人經常都是歪曲事實 但無論如何 我的看法都頗明 Cristal clear 我想英國人不是不歡迎香港 英國人已經知道這些人 不然也不是 The fifth nation of the United Kingdom 既然是這樣 那現在下一個問題 反而就是 用什麼方法是比較快的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你用BNO 所有人 即是用香港Act去過 沒有說不好的 香港Act要拆 而且你 為何之前不用香港Act這個方法 因為你不establish 中國完全違反聯合聲明這一部分 中國持續地違反聯合聲明這一部分 是很重要的 因為 你說的是英國國會的一個立法 違反了自己簽約的國際條約 這件事很難做的 這件事 重視是英方被忘了 英方被忘了 是agree to disagree 那是他自己的單方面承諾 那是他自己的單方面承諾 對英國人來說 現在就是因為中國有持續 這樣違反 即是那個條約已經是不存在 法律上 即是已經 沒有客人 因為你打不到國際法庭 中國不會跟你打國際法庭 即是中國打不到國際法庭之後的救濟措施 這樣香港Act就可以立法了 即是看到 如果英國政府要反對香港Act就立法 他可以立即反了 沒有問題的 如果政府反的話 那條條約會上不到國會 但為何仍然會 會暗躁在這裡 會暗躁在這裡 有用的 可能最後用那個最難的方案 就是所有 即是如果所有香港永久居民都是BNO 我覺得是不行的 我接受不了 我個人都不 我很多人都接受不了 但是我想BNO的後代 可以擁有BNO 而且因此而得到英國共有權 這個是最大的公約數 我猜這個是最簡單的 是欠在怎樣處理非生分身治療的問題 因為有些人 中國教 一上身就說 為什麼現在的兒子會有 我的看法很簡單 我說是否是二階仔 黃秋生的英國國籍問題 是會解決的 那是欠在 又是 因為他是私生子 即是Antity Perry的 Britic citizenship的問題 是欠在要外政大臣 給他財養權 給他英籍 還是在HK Act 過時一炮解決 是這樣的意思 黃秋生的英籍問題是有討論過的 因為這個案子是很尷尬的 一個前英國政府在香港高官 怎樣 尖花野草 尖花野草的生涼 那個其實應該是支持的 這是很清晰的 這是很清晰的 因為英國國籍法 以往的立法 你也知道 英國國籍法 戰後的英國國籍法 都是一坨屎 在這個問題上 一坨屎 是近年才有解決的 總之你 Biological 的子女 我都比英國國籍 總之你證明了 Biological 的聯繫 我就不理會 是否是Mari marriage 道德問題不是我們法律要處理的範疇 民事法律 很多事情 我覺得華人是很難支持的 大中華膠要先說明 如果我傳Bn下 你不要跟我說 分身才比 不分身才比 你不要跟我說這些 這些東西 如果有這些熱狗 說這些東西 我一定就是 一拳XY交叉 意識他 鮑爾街合不合法 或者會不會引起中國的 XY的問題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問題就是 在法律上 而民事法律上 我們不處理這個問題 因為處理 將一些道德判斷的問題 加入法律 會換七八糟 就像台灣通姦罪的問題 通姦罪是這個XY的法律 我跟 即是 我跟 這些 有時候跟鬼好聊 台灣通姦罪的法律 這是神聖俄馬帝國的物體 即是既非神聖亦不俄馬 即是既非 既不俄馬亦非帝國的物體 你想防止那些人通姦 結果通姦罪是不會解決這個問題 你結果就是台灣有多少風化新聞 我想問 喂 你看台灣的風化新聞 你也知道什麼 你也知道什麼事 是不是 台灣的風化新聞很出名 對嗎 為什麼這麼多風化新聞 通姦罪有沒有解決風化新聞 就是這樣 我想 如果是那個 如果是用那個方法 香港案件的方法 你就不要跟我說這些 什麼分心非分心的事情 總之就是我 理解到的 聯繫和聯繫 接著香港住門七期 香港永久居民 有些 譬如梁天琦的案件 是否解決 我猜那個要特別開一個路 但是那個路很麻煩 我告訴你 那個始終是怕有人滲入到英國的問題 那個就真的涉及國家安全 因為BNO 你說 他的下一代比他 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 世代相傳的問題 而香港的特殊情況 需要一個多 一世代相傳的 另一個方法就是 外政部 給了 外政大臣 給了雀情權之後 外政大臣用雀情權 給了英國公民 這個行不行 我不知道 因為這個要看外政大臣 有多大的雀情權 國會 因為雀情權太過寬鬆 就會出事 但是雀情權到哪裡 但是如果用雀情權 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會涉及好 因為你是雀情權 英國一向都不容易 隨便給雀情權 結果你用雀情權 很多時候會搞到大量的 paper 出現 即是 Home Office有沒有這個能力 去負擔這麼多的 application 這個就是 another problem 即是我們 看不同的 solution 我們都要看不同的 好與壞 我們都要看得很清楚 即是我是不喜歡放負 而現在這個情況 也真的要撤離 其實 即是你說什麼 嚴廢的問題 這些 嚴廢的問題 全部都要處理 譬如說 我是不是要賭一局 現在我提出的方案 當然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處理 就是 如果你有香港政府的針卡 證明你打卡戒苗 我就給你 因為打卡戒苗之前 以前 打卡強制之前 都要中一中 有些困 都要做一套測試 其實 我記得都要做 即是十二歲 打多次 那我想 如果至少是拖身嬰兒那一刻 打卡戒苗 都應該可以豁免 香港的針卡 香港或者澳門的針卡 但是中國的針卡 就不認 我就傾向這件事情 因為中國那些我不知道的 這些針卡是否偽造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香港的針卡 因為都是以前 以前的英國政府 即是 都是英國政府的一級針卡 其實 應該寓意成形 可能這樣做會更簡單 因為如果這樣 這麼多人排到驗廢 這樣 這不是辦法 我想 怎樣 你要開放更多診所去做驗廢 但是如果開放更多診所去做驗廢 所以 你就未必能控制到 這個也是問題 因為 通常領事館 用得的診所 都不是因為它貴 還是什麼 它都有一定的 投標的要求 可能要求醫生的國籍 都是英國公民 或者要求醫生 某程度上接受 英國法律的監管 那才可以 所以那些都很煩 那些 那些 但是怎樣做 很多事情都有千頭萬水的事情 去處理 時間只有這麼多 但是 很多千頭萬水的事情要處理 那 應該用最後 最後用哪個解決 其實如果 現在這麼多放風 我猜五月中 五月中 Queen's Speech 才有結果 Queen's Speech 現在差不多是 最後一段 的階段 現在是 看看哪些項目 要加哪些項目 要減 國澳人馬 因為 Queen's Speech 我猜是五月頭 一定要有一個 最後一段 因為 你也要給皇室的面子看 你不是你讀的 Queen's Speech Queen's Speech 是有事頭婆讀的 你手上的 是有事頭婆讀的 負責 是你做起草人 你不是你 Boss Johnson負責 所以編譯是Boss Johnson寫的 所以要和皇室那邊 有一個協議 皇室就不會理會 裡面的餡是甚麼 那些是不到他管的 那些 除非是涉及皇室權的問題 但是如果是 涉及 這個 那些 什麼字眼 那些 你也要趁 那些 你不能夠亂來的 那些 你那個 英國的憲政 很多這些 那些 這麼幼細的位置 英國人做事是很幼細的 政府 高層 不是低層 低層就可以很遠 你看到Royal Mail 那個 Horizon 系統很屈 整堆郵差 那件事 你就知道英國人可以做事很搞搞的 英國人是很搞搞的一面 不過他就會 糾正問題 就是 英國人就會糾正問題 可以透過司法 有一個公道的渠道 就是一個轉型正義 都仍然是做得到的 就是問題 通常都是有心之形 可以得到改正的 你不會好像 有些國家 一百年都不會改正問題 真的 是不同的 這個BNO 同樣申請這個問題 我就初步給大家 要解釋 總之就是 是兩個方向走的 等一下 什麼時候 開工 因為 Dairy Telegraph 這樣放風 其實大家都知道 危險在哪裡 大家都心之同 那麼今晚 第一節說到這裡 第二節呢 就是香港時間 我晚上10點半了